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这个亲属关系的表达上会有些不同 自然也就表现出不同民族的家庭观念 人际关系 包括社会关系等等等等的不同 我们先来认识一下 意大利语中比较常见的亲属关系的词有哪些 这些词当然有男有女 这些词有的是成双成对出现的 只需要改动词尾就改变了相应的人物性别 但是有的却要变成另外一个词的长相 请大家分别记忆 比如爷爷或者外公 nonna 奶奶或者外婆 nonna 那如果你想搞清楚到底是爷爷还是外公怎么办呢 一般情况下西方人说到家庭 不太会有世事同堂这种概念 爷爷还是外公 奶奶还是外婆 他们并不讲究 如果你一定要说明到底是爷爷还是外公 那么这个时候只能加上形容词 paterno 父系的 materno 母系的 母亲那边的 materno 分别用这两个词来表示 爷爷或者外公 比如 nonna paterno 爸爸那边的爷爷 就是爷爷 祖父 nonna paterno 如果是nonna materno 妈妈那边的爷爷 也就是外公 老爷 那么外婆怎么说呢 妈妈那边的奶奶 对吧 这种感觉 nonna materno 爸爸那边的 爸爸的妈妈呢 那就nonna paterno 这时候相对来讲就比较清楚了 已经很清楚了 接下来 爸爸妈妈 爸爸 padre 妈妈 madre 岳父 sochero 岳母 sochera 叔叔 zio 阿姨 zia 当然 zio也可能是舅舅 也可能是姨父 zia 也可能是姑姑 也可能是 婶婶 也可能是姨妈 表示的不是很清楚 那么注意一下 就当你说 zio paterno的时候 从中国人的角度来看 从我们的角度来看 仍然不是很明确 因为爸爸那边的叔叔 可能是爸爸的兄弟 但也有可能是你姑姑的丈夫 可能是姑父 当然意大利人没有这样的烦恼 他认为就都是自由 没有必要分那么清楚 那你如果一定想说 你的姑父 那你只能去描述着说了 这个问题我们之后再之后再看 叔叔 舅舅 还有姑父 姨父 泛泛的 他不讲究 都是自由 完了 阿姨 姨妈 姑姑 舅妈 婶婶 就都是自由 接下来 哥哥 Fradello 注意 妹妹不是Fradella 而是Sorella 换一个词了 不是辩词尾了 Fradello 哥哥或者弟弟 Sorella 姐姐或者妹妹 表兄弟 堂兄弟 Gugino 表兄妹 堂兄妹 Gugina 注意 许多中国人 因为习惯了 独生子 我们很多都是 独生子 就是 在这个独生子的环境中长大 一家就只有一个 所以在汉语的表达中 很多人习惯把表哥 堂哥 也叫做哥哥 这个在中文中呢 是可以被接受的 已经被很多人接受了 你没有亲哥哥 那么哥哥这个词呢 就被很多人借过来 模糊的表示堂哥 就不叫堂哥 就叫哥哥了 但是 注意啊 在与意大利人交流的时候啊 有时候会产生误会 你跟意大利人介绍 说 Eco mio fratello 这是我哥哥 你脑子里其实想的是 这是我表哥 用的是 Fradello 因为你平时叫哥都叫惯了 张嘴出来就是 Fradello Fradello 但这个时候 意大利人可能就要问你了 你刚刚不是说 你是独生子吗 你怎么还有哥哥呢 因为在他的脑子里啊 Fradello的意思 并没有像在我们的语境中 被模糊化 在他的语境中 Fradello想的 就是 亲兄弟 Fradello 所以这个地方 稍微注意一下 他 这个地方 他反而是分的 还是比较清楚 表兄弟 堂兄弟 就是Gugino 不能用Fradello来表示 接下来 姐夫 妹夫 还有什么小叔子 内地 这样的词 都叫 Gugnato 对应过去的音信 什么小姨子 这样的词 Gugnato Gugnato 再往下 往下一辈 说 儿子 Fillo 女儿 Filla 还在这一辈 女婿 Generon 注意 儿媳妇 是 Nora 长得不一样 再往下 往下再数一辈 这个 孙子 Nibote 孙女儿 还是Nibote 那什么时候是 孙子 什么时候是孙女 拼的是一样 没有关系 看 前面的所修饰词 比如说 当我说 Miyo Nibote 我用Miyo 来修饰Nibote 那就是我的孙子 当我说 Miyo Nibote 这个时候 用Miyo 修饰Nibote 说明Nibote 是一个阴性单数名词 那就是我的孙女 好 还漏了一个 侄子 侄子 或者外甥 Nibote 侄女 或者外甥女 Nibote 有人就问了 老师是不是说错了呀 这个 侄子和孙子 怎么能是同一个词呢 明明是两个不一样的人嘛 侄子是你 哥哥或者弟弟的儿子 孙子是你 儿子的儿子 这明明是两个完全不一样的人 怎么会用同一个词来表示呢 老师没有讲错 你也没有听错 在意大利语中 侄子和孙子 就是同一个词 在英语 法语 西班牙语 德语中啊 侄子和孙子 也都是两个不一样的词 而在意大利语中 是同一个词 难道意大利人 不会因此感到困惑吗 听我 慢慢跟大家解释 由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 根据统计 汉语中 亲属的称谓 具有高度的描述性 什么叫高度的描述性 就是基本上对每一类不同的亲属 不论关系 亲疏 辈分 大小 年龄 长幼 都负以不同的特定的称谓 这种称谓啊 所谓高度的描述性 这每一个称谓 非常的详尽 种类呢 非常的丰富 三代以内的亲属称谓词 在汉语中有58个 其中血亲关系的词 有40个 而意大利语中 亲属称谓的系统 则不然 只有在核心家庭内部 亲属的称谓 才是描述性的 才是相对比较准确的 父亲 母亲 亲兄弟 亲姐妹 子女 有专门的称谓 出了这个圈 像我们刚刚讲过的 舅舅还是叔叔 都是Z 他没有必要 他觉得没有必要分那么细 他没有像汉语中 亲属称谓的系统这样 胸和地分得很清楚 姐和妹也分得很清楚 轴和礼分得很清楚 在意大利语中 在英语中 在很多欧洲语言中 他分得不是那么的清楚 在核心家庭以外 意大利语的亲属称谓系统 明显的带有高度的概括性 概括性 什么意思 就是非描述性 也就是我们刚刚讲过的Z 可以指好多个 好多个人都可以是Z Z 好多个人都可以 都可能是Z 不是很清楚 这叫概括性 那么从这个角度出发 我们现在来解释一下 为什么意大利人 在意大利语中 Nibode 既可以表示孙子 也可以表示侄子 既可以表示外孙 还可以表示外孙 外孙女儿 外甥女儿 都是这个词Nibode 在他的家庭关系的认知上 他不会产生困扰 为什么 我们用同心圆来表示 请大家看这个圆圈 我们自身是圆心 往外第一圈 是生自己的和自己生的 这叫做核心家庭 以及亲兄弟 第一圈 父母 子女 亲兄弟 在第一圈上 这叫做核心家庭内部成员 往外 第二圈 第二个圈上的亲属啊 都是第一个圈 除父母之外的人生的 比如 第二个圈里 子女的孩子 孙子 兄弟的孩子 侄子 都和自己 隔了一个圈 都在第二个圈里头 这个时候 这两种人 都在第二个圈上 都写成一个词 Nibode 因为他们 离自己的亲疏关系 是一致的 那么通过这样的 同心圆来看 我们 大致上可以理解 为什么在意大利语中 这种现象的存在 是具有一定的合理性的 那么亲属称谓啊 是家庭成员之间的 称谓习惯 在汉语中啊 许多亲属称谓 常常 泛化 模糊化 到了这个非亲属成员之间 举个很简单的例子 比如说你们家邻居 你叫她阿姨 她其实是不是你的姨妈呢 不是 你叫她阿姨 街坊邻居 那个大妈 那个奶奶 都叫她 大妈 奶奶都用亲属的名词 来就叫做 泛化到非亲属成员之间 那么这里我们需要注意 在跟意大利人 进行交流的时候 比如说 去意大利朋友家做客 他爸爸出来招待你 这个时候 中国人的习惯 称呼自己的朋友的爸爸 叫叔叔 如果他的年纪比你爸爸还要大 那就叫伯父 这种感觉 但是在意大利语中 最好不要叫叔叔 而要叫 señor 而要叫什么什么 后面叫他的姓 在称呼上注意 在中文中叫叔叔 没问题 在外语中 应该叫某某先生 会比较得体一些 因为语言使用的文化语境 发生变化了 语言本身可能的变化 我们也要随时注意 这个和英语其实是一样的 到了朋友家做客 爸爸出来 叫Uncle听起来有点怪怪的 还是叫Mr 那么在意大利语中也一样 叫Senior 他的妈妈 你的朋友他妈妈出来 Senior 叫Z显得很不得体 显得很不得体 好 这些就是关于意大利语的 这个亲属关系名词 我们就罗列这么一些 从爷爷奶奶外公外婆 爸爸妈妈 叔叔阿姨 包括舅舅这些都怎么说 什么时候他处理是比较模糊的 什么时候他相对于中文来讲 他是比较精确的 什么时候在交流上你需要注意 不要产生这种 叫做这种误差和误解 要表现得体一些 那么这些情况 我们就讲到这里 请大家及时复习 是的 您